第五十三集 赫年一犹未尽,伸出舌头舔桂甲的手心,见桂甲手一缩,忙又拉住了,也扶尔过去的,我马上走,你别怕。 说要走,还躺在身边不动,桂甲被赫年的气息吹得耳根子痒痒的,心慌意乱,自己先坐了起来,伸手去拉赫年,示意他快走。 赫年也坐了起来,竹影里看桂甲,见他双颊最红,嘴唇微肿,心眼半垂,于是恨不得线下旧式洞房叶,拉了他的手放到嘴里又轻又啃,就是不舍地走。 你,你咋不走,我,我,我。 桂甲用嗓子内的声音说话,却又羞又气,再这样耽搁下去,天都快要亮了。 真是没想到,赫年平时折仙一样,私底下却是这般无赖。 你亲一下我,我就真的马上走。 赫年见桂甲生气了,咬着嘴唇瞪他,本来想扑上去亲一下再走的,这下却不敢造次。 自己舔了脸凑过去的,只要亲一下就好。 见了赫年这副样子,桂甲又忍不住想笑,自己好像挑到一个火宝了。 算了,亲一下就亲一下吧,反正刚刚被他都不知道亲了多少下了,初吻早没了。 桂甲见得赫年眯起眼睛等他亲,没奈何只得在他唇上,轻轻一碰就缩开了,这样不算。 赫年不带桂甲反应过来,一把扶住他的脑袋,贴近了狠狠轻了一下做示范。 难难的,要这样才算? 祖宗,你再不走,我就要没脸了。 桂甲顾不得了,咬着牙凑过去赫年耳边道。 你再不走,我就不活了。 好好好,马上走。 赫年一听桂甲说出这档话,自知不得不走了。 到这会儿才想起,自己是要来帮桂甲诊脉的,但要再拉桂甲的手,见他鼓着腮帮子生气,只得悄悄的。 其实,我是听说你病了,才来的,想瞧瞧你病得怎么样了。 着了一点凉,敷了药出了汗就好了。 桂甲急得不行,先行跳下床,要去开窗让赫年走。 赫年也轻轻跳下床,却一把抱住桂甲道。 我自己开,宝宝帮你把窗子拴好,你上床去,别再招了凉。 嘴里说着,手里却又紧紧地搂住了桂甲,依依不舍。 却说可怜的赫手,守在窗下喝了半夜的冷风,先是见着赫年进去后敲眉声息的,正以为隔一会儿就出来的。 谁知道却听得桂甲一声惊叫赫年,心到糟了糟了,这半夜里要嚷起来,少爷明儿可怎么见人呢? 正担忧呢,却听得桂甲跟丫头说话,倒是隐瞒下了少爷的踪迹,不要暗暗猜测。 不知道未来少奶奶把少爷藏哪儿了,才能瞒过两个丫头呢? 不愧是少爷心仪的人,这份极致真没话说。 又待了一会儿,听得两个丫头都去安息了,少爷还没出来,不由坠坠不安,要是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,又不敢有动静,只悄悄地扶在窗下,竖起耳朵细听房内的动静。 隐隐地似有说话声,细听又没有了,度者是少爷跟未来少奶奶表白呢,不由傻笑了一下,少爷这回确实动情了。 又灌了好一阵子的冷风,却听得远远近近的,已有鸡提叫,这下真急了,天色还没亮,这鸡一叫,有些农户也就醒了,准备起来的,要是叫人看见了, 真个丢脸啊,这下顾不得什么,只给学猫叫了一声,叫了第二声是,果然窗口爬来一个黑影,不由松了一口气,忙蹲到地下。 贺年踩着贺首的背下来,这会儿听得鸡叫,也知道天快亮了,拉了贺首就走。 两个人小心越过郑家的院墙,倒是赶在天亮前回到贺家宅子后边,因怕惊动人,便准备从宅子后边的园子里进去的。 贺首伸手极为了得,让贺年趴在他背上,他拿钩马锁套住进着院子里角落的一棵大树,三两下就攀上了墙角。 两个人先攀到了树上,正准备顺着树溜下,不想却听到园子里有说话的声音,倒吓了一跳,一时躲在树上不忙下去。 悄悄地探头,去看是何人在园子里,这一看,两个倒也不方便马上下去了。 原来说话的是贺年的奶娘王妈妈和另一个丫头,他们一大早就来园子里采花的。 后的他们采了这处的花,又往园子里另一边去了,两个才匆匆地从树上溜了下来。 这会儿天也亮了,又怕回房的路上碰着人,因书房进着院子,两人索性便进了书房。 奔波了这一晚,也累得很了,一时都困倦,顾不得什么,两个人往书房里,一张两人躺野,各站一边就躺了下去。 却说王妈妈跟丫头采完花,经过书房,以为书房里没人呢,便推门进去,想着先行开窗透透气,待会儿少爷来书房里坐着看书,才不会觉得太气闷。 不成想门一推,却见贺年和贺首一起倒在躺椅上睡得正香,不由愣正了一下,戴得定眼细看,贺首一脸倦意,一向折仙式的少爷头发凌乱,衣裳皱巴巴的,两个四十,四十。 王妈妈不敢再细想,慌忙关了书房门,在门外发呆了好久。 少爷打小就不喜欢女孩子,一见女孩子就冷着脸的,府里原先还传出留言,说少爷喜欢南风,有人亲眼见过他,搂了小丝亲热等等。 太太听到留言大怒,倒是压下了留言,大家也有些疑惑的,这么一个人,怎么就不喜欢女孩子呢? 连身边用的也是小丝,不喜欢用丫头。 也是因为这个,太太听得她喜欢上了郑家的女儿,虽则小家小户,但总归是一个女儿家,倒是松了一口气。 即见这郑家的女儿,其实大大方方,即是见得人的,自是不好再挑剔什么,只忙忙地办起婚事来。 因着鹤手自小跟着少爷一起大道,两个平素亲密些,大家倒也不往心里去。 这下,见了他们两个睡在一起,明显…… 少爷再过半个月就要娶亲了,若是这当口出了什么事,传出什么话来,却要怎么好? 王妈妈越想越心慌,忙忙地去见贺太太。 贺太太这几日为了贺年的婚事,忙得脚步粘地,这天也是起了一个大早,却见王妈妈神色慌张地来了,肚着有什么话要说,便让身边几个丫头下去了。 带得王妈妈扶尔把刚刚看见的事情说了,不由也唬了一大跳,问道, 你看得真切吗? 太太,若不是看得真切,哪敢乱说? 王妈妈发愁地说,太太还得想个法子才是,要不就把鹤手调回京里算了。 鹤太太脸色早苍白了,只让王妈妈谨慎,她思量了一会儿,悄悄地。 如今,也不能明知让鹤手回京里,鹤手再如何,在年轻一辈中是最得力的,还得她守着这院子才能放心。 况且,要是调了鹤手走,福利还有许多年轻亲军的小丝,更是难以预料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穿越小说《小户千金》,作者一壶好茶,主播甜心。 未经之计,却得帮鹤手一说一门亲事,带着她两个各自成了妻,娘子又看得紧,自然无事。 鹤太太气得直咬牙,却无可奈何。 如今,只得帮鹤手也说上一门亲事才行,最好就说上一个鼎鼎厉害的娘子管着才是。 这样一来,她跟自己儿子虽有那个事,因双方各有娘子管着,就不能随意乱来。 而且,她两个既然这样,自然也会监视着对方,不会再让其他小丝们有机会可趁。 两相制衡,倒应该不会生出别事来才是。 哎,真是作孽啊,这么样一个儿子,却…… 王妈妈听了鹤太太的话,也点头的,太太说的也是,现下只能指望少奶奶过门,跟着少爷恩恩爱爱,让少爷忘了其他。 鹤太太沉映了一下道,信钱给小年房里放了几个漂亮丫头,那些丫头也不争气,一见着她就双眼发亮,争相羡媚。 对,倒让她更加厌烦,平素只歇在书房里,叫小丝们服侍着。 这次我来了,都带了两个漂亮丫头,只怕还是不管用,还是带郑家姑娘过了门,把这两个漂亮丫头也送了郑家姑娘用吧。 说他们是争气的,将来能搏个姨娘也说不定。 两个人记忆良久,除了希望贵姐过门后能把贺年吃得死死的,竟然再无他法。 半个月,自然是很快就过去的,云第二天早上是出嫁的吉日,这天用过晚饭,郑家猪人轮着进去贵姐的房里,各自说了吉祥的话,候着大家说完出去了,巧娘才进来。 巧娘又重提了跟婆婆相处之道,密主的。 在房里如何闹都行,除了房外,一定要规规矩矩的,还得先煮你相公一句,到了婆婆跟前,她不能坐在你身边,也不能透着清热,一定要显得跟她自己的娘亲热才行。 这样一来,你婆婆就不会觉得你相公娶了媳妇忘了娘,也不会她记着你,看你不顺眼。 龟家硬了,搂了巧娘的腰撒娇。 巧娘见天也不早了,又主了几句,心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,代要说,话到嘴边,斟酌良久,就是说不出来。 正好宝儿端了茶进来,说到喜婆厚在外头,还有话要说的。 巧娘看看宝儿,想着她性子活泼,平苏有话就说,并不扭念,跟贵姐儿又要好,这个话由她来说,却也合适,便识眼色的。 你是过来人,来了正好,跟你小姑说说心腹之道,务必说得她明白。 说着,从怀里掏出一卷小小的画卷,递在宝儿手上呢。 这是我出嫁时,大嫂递给我的,卸下你看着,给贵姐儿讲讲。 宝儿见巧娘,把画卷往她手里一塞就走,一时想起自己出嫁时,娘和姐姐在自己耳边嘀咕的时,也红了脸。 展了画卷看时,果然画的是一幅春宫图,一时心里蓬蓬直跳,直埋怨巧娘,这个事儿不是应该是亲娘讲的吗? 怎么让我这个二嫂来讲? 贵姐儿见巧娘神神秘秘的样子,倒起了好奇心。 老娘有什么话不能同自己讲,还得拜托二嫂来讲的。 不由探头去看宝儿手中的话,因画卷年身日久,已有些模糊不清。 只瞧得出两个人音声聊开,搂在一起。 至于画中人是男是女都分辨不出的,心中发症了一下。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春宫图? 画得也太粗糙了,一点没干都没有,只看到两个人糊在一起,细节什么的也没看到。 怪不得老娘让二嫂还要给自己细讲讲呢,若不是鱼这刀拿出来,自己也分辨不出这幅是春宫图的。 宝儿见柜姐探头来看,索性把画卷递在柜姐手中的。 你自己看看,有不明白的在问我。 俺可是打小,就停床脚长大的,还有什么不明白的? 柜姐暗笑,却还是看了看画卷,故意要为难宝儿,指着画中人道。 他们两个这是在干什么? 宝儿满头黑些,这院里住的人多,贫诉大家言笑无忌,说些什么话也不太避着人。 还以为小姑一早就懂得这些呢? 自己暗示几句就行了,原来小姑一窍不通啊,这可要怎么讲呢? 这事儿可大可小,关乎子孙后代呀。 宝儿一下子觉得自己责任重大,先是端正坐姿,然后凑过去指着画卷中两个模糊的人引道。 小姑,这是一男一女,你看出来没有? 没看出来呀,画得这么模糊,估计用得莫不好,放得时日又久了,掉了色呢。 明儿就要出嫁了,贵姐儿心里其实慌慌的,也想借着跟宝儿胡扯,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 嗯,总之呢,这是刚成了亲的一男一女。 宝儿瞧瞧瞧桂姐儿的脸色,见她好奇地瞅着画卷,分辨哪一个是男,哪一个是女,不由有点无理,她这是明白没有啊。 小姑,这一男一女,他们成了亲,进了洞房,就脱了衣裳了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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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白没有? 哦,跪姐儿见宝儿,斟酌言语,勿要使自己明白,又不好说得太露骨,壮死艰苦,不由暗乐,忍笑忍得内伤,却垂着眼道。 进洞房也是晚上了,当然要脱衣服睡觉了,这够明白呀。 宝儿再度觉得言语无力了,小声道。 嗯,关键是,脱了衣裳,就得和这画中人一样搂在一起,那个,那个,嗯,搂了之后呢,以后才生得出宝宝来。 哦,原来两个人搂一搂,就能生出宝宝来。 嗯,明白了。 跪姐儿转过脸去,咬着嘴唇,忍下暴笑的冲动,小小声道。 二嫂,谢谢你告诉我。 宝儿眨眨眼,自己解说得很详尽了,怎么小姑像是不慎明白,曲解自己的意思了呢? 这,这,这要怎么办呀? 婆婆给的这个画,确实也画得模糊。 算了,上次相公偷偷藏着的那尊木雕欢喜佛,雕得可是清楚,就送了小姑好了。 以她的聪明镜,新婚夜一看,定当明白的。 宝儿想着,便道。 小姑,我还有一个东西要送你的,你这会儿可别看,到了明天晚上,你再接开来看。 说着,回房去翻找来华收藏的宝贝。 后的宝儿一走,跪姐儿扑倒在床上,把头埋在被子里抱笑。 过了一会儿,宝儿又进来了,我也红了脸,把一个盒子递于跪姐儿的。 小姑,这里面放的东西,你带洞房间再看好了,保你早生跪此的。 跪姐儿听得宝儿这般说,以为是往庙里求的什么宋子观音之类的,忙到了些,收好了才问道。 我干娘早早就来了,怎么到这会儿还没进来跟我说说话呢?在前头忙什么呢? 这会儿啊,前头商量着明儿的事,你干娘倒不放心,又把春银秋燕叫去煮了许多话呢。 Whereas ti diy方说海味发生什麼程度太長的,现在事件不知 designer,它会有没有 感谢观看